哈喽大家好我是乐仔 今天我们就来讲下这个新手教学 修行要怎么样子去点 前期来讲点数一定不够 所以每个点数其实都很重要 我们先从棍法开始讲起 那棍法呢 一共有分成三种 踢棍、利棍跟戳棍 那我个人只点一个棍法 因为你在战斗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会一直去切换你的棍法的 那利棍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这三个里面最强的 那戳棍我个人是还没有使用过啦 只点一个棍法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技能都点满 你也可以开启这一个棍式第四段 旁边这些呢你也可以去点满它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比如说可以增加这一个伤害的就要点满 可以恢复生命的这个也是要点满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机根的部分了 那这一个部分呢我个人点这一个气力 这边是点到最后的 魔幻泡影 掌声的时候原地会留下这个身形炮影 立刻会爆裂震撼周围的对手 然后前面两个一定要点满 跟跑的时候气力的消耗 还有就是当滚的时候的气力的这个消耗 这两个其实很重要 也是要点满 武艺的第一个也是要点满它 最后这个是金结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 因为它能够获得大量的伤害减免哦 所以你在打出这个终结式的时候会获得大量的伤害减免 这一边前面的都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让你打更多的伤害 可以获得更多的棍式等等的 打起来就会舒服很多 体断修行这边我是完全没有去点的 你前期可以先用单药 不是去找这个制作单药 你做先单这边就可以提升你的生命值上限 法力上限气力上限等等 对我就没有在修行那边去点 再来就奇数的部分了 奇数有分两种 定生法还有安生法 那定生法我个人是一直用定生法 安生法没有什么用到 那因为打这个头目或者是打这个 妖王的时候用定生法是最好的 前面这两个都要点满它 然后可以延长定生的时间 还有可以增加伤害 生法的部分一共有两个 也就是上气 另外一个是铜头铁壁 可以留下一个自己的假生的 这个还蛮好用的 你可以在隐形的时候去补血等等的 毛法有一个身外生法 可以召唤很多个头指出来打 那这个其实消耗非常多的法力的 这个要看情况使用 变生这边也是不够点数 变生这边就没有点 变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用来保命使用的 我是选择的是这个 狼的这个变生 那如果你要换你的法术 都可以去到你的 土地宫这边上线这边 可以选择修行法术准备 你就可以换你要的这个 奇术 那这个是我目前的配置 这个就是以上的修行的点法 分享给各位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前面的 新手期的一些度过 好那这个呢 就暂时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下期影片再见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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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